有的歌喜羊羊会太郎 不敢认识的 那这个人是不是就不存在 他根本没中过奖 有很多怀疑这事 就是我们现在看呢 每天这个彩票销售截止日期 到什么时候 过去是六点 现在有八点 晚上八点 那么开奖是什么时候呢 电视台直播的时候是九点半 那你看销售停止时间 开奖时间 看一个外奖 有人说这不对 应该你销售这一停止 这边马上就开奖 你已经卖完了 你当然可以开奖 那为什么要等一个外奖 相关福彩的工作人员解释 说我们得等着 全国各地卖了多少彩票 这数据传输给中心 中心才能开奖 你要这个卖出的数据干嘛 你不管卖出多的事 你该开奖不也得开奖吗 这个是没关系的 那为什么要把数据统计起来 再开奖呢 所以我说这个事 必须要向公众交代清楚 你这一半小时干啥了 虽然咱们说这种猜测 十之八九不存在 可是是不是需要 你彩票管理机构站出来 给大伙说明白 你这一半小时有没有必要 但有的人说那球能作奖 你安个磁铁 要打上中油 一咕噜 什么时间开 开多号都能控制 大伙看十几杯抽签没有 有人说那怎么作奖 那贝克汉姆把手三千千 转半天挑出个球 那球本身就能作奖 这个已经在很多的媒体上 都曝光过 说原来是什么呢 把这球搁冰箱里头 再往里一放手 比方说我想 把英格兰抽到这个意大利这种 这贝利在这晃晃晃晃晃 而一摸 有一个球冰凉 从冰柜里出来 哎 把它拿出来 这一打这一看 英格兰 给意大利一做 说后来呢 这冰凉的时候 在里边容易解水 让人看出来 改成加热 这都有 我说这个 倒不是说现在国际足联 就这么干 就说至少这样的方法 是存在的